中央设计者刘立荣台北26日电内政部议政署长林国妍今天率徐姓驾驶到城宫岭104旅 向当日知情的邵宾致意并致歉 徐姓驾驶还自费买饮料送给当天的魏少 有网友在脸书发文指出 林国妍22日下午搭车进入城宫岭营区时 邵宾拦下后下车闯进营区 等辅导长和待命班冲出来才交出证件识别登记 林国妍的驾驶还下车弱骂哨兵 议政署立刻将其调离署长驾驶职务 议政署下午发布新闻稿指出 林国妍今天下午二时律徐姓驾驶及替代义训练班同仁道成功领104旅 为22日通少认知征徐姓驾驶出言不逊事件 向当日执勤的哨长及卫兵致意致歉 林国妍赠送水果礼盒 由104旅长礼发中收下徐姓驾驶 也当面向哨兵致歉自费买饮料送给当天的卫少 议政署表示 林国妍22日复训练班主持 替代义区队长接训典礼 坐车经过成功领1号哨口 依规定出示通行证及接受安检因通少认知差距 林国妍亲自下车出示证件 配合查明身份后 卫兵开启少门进入营区 但是司机因公务时间紧急导致言语不当 议政署指出 未来将持续与国防部 时军团及104旅等相关单位加强沟通协调 建立明确的通少机制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确保义政署替代义训练班及国军单位 于成功领的长期合作模式 贯彻内政国防兵役制度分管的绩效 1061226延伸阅读 少兵两组义政署长闯营区 冯士宽将奖励延伸阅读 义政署长闯营陆军 有通行证人要安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